那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我想去买一点喝的 你们要吗 我不用了 林峰 陪美花姐一起去 她不方便 好嘞 那我也出去走一会儿 行 做久了 受不了 林夕啊 你自己要多注意啊 放心吧 小总好 你怎么来了 忘了吧 给你买点点吃的 吃点吃 尝尝 好吃吗 还不错 你看上 还是套路深 羽翼的萧总 许老 你好 萧总 是来看我们进度的 对对对 我跟她说了 我们一定会如期完成的 不对 萧总该不会作为甲方大大 来给我们探班送宵夜的吧 是 我给大家买了些吃的 来来来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好 工作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么贴心的甲方 萧总以后要常来啊 只要不打扰大家工作就行了 来 对了 萧总 你这么年轻有为 长得又帅 有没有女朋友啊 梅华姐 你做什么翻译啊 你做剧委会大妈算了 来 喂 萧总 别介意啊 美华没什么恶意 没关系 其实呢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华盛 跟雨衣合作以来 我就一直听 公司的女同事说 萧总是钻石王老五 没想到你有女朋友了 那我就替我们 广大华盛的女同胞问一下 对方长什么样啊 她呀 很漂亮 独立 能干 但是有点小抱的意思 因为主要是漂亮 多漂亮 有照片吗 呃 呃 美华姐 你尝尝这个 这是他们家特色 哦 哦哦 哎 这几个点心 都是林溪最喜欢吃的 萧总你真会买 萧总 嗯 照片给我们看看呗 什么照片啊 萧总女朋友照片啊 萧总说她女朋友 很漂亮的 嗯 对啊 萧总 嗯 我妹林溪 还单着呢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优质男 你得介绍一个呗 好啊 就是不知道林组长 喜欢什么类型的 喜欢什么 这道题我会 我虽然不知道 西姐喜欢什么样的 但是我知道她不喜欢什么样 展开叔叔 嗯 不喜欢韩氏科技韩副总 那样的花孔雀 不喜欢口艺不邦尼那样的鸡汤男 番茄周秘书那样的圆滑男 也不喜欢 什么 有这么多的小伙子 喜欢我们林溪啊 徐老 你这雷达也太不明微了 这几个人当年追西姐 那可是轰轰烈烈 就差无人机表白了 你尝尝这个 吃的都得不上你的嘴 看来 林组长很受欢迎啊 萧总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进度吧 来 您 看一下 林组长 你觉得 这句话这么翻译 可不可以啊 看来我不在这几年 西西的感情生活过得很丰富啊 我觉得萧总 翻译得不够精准 你还不走 我还要接女朋友回家呢 现在女朋友命令你先回去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名分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名分 这样翻译会不会好一点 萧总和林溪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 值得咱们学习啊 尤其是你 年轻人 嗯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俩看起来挺般配的 哎 小程啊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哎呀可厉害了 递了个辞呈给陆克里 然后张总让他来咱们组帮忙 这个好 以后午休的时候有人陪我吃鸡了 陈奥 你厉不厉害啊 你先等一下啊 你们两个不会在这儿虐狗吧 什么虐狗 他们两个天天地外在一块 加个班还得陪着 小医生 我跟你讲啊 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 男人 不能太黏人 生一生的第一生的情况 好 我是说错话了 就不该收留你 流浪流去流成冲 那个啊 我先放这儿 明天见 明天见 来 来 实在不好意思啊 跟大家隐瞒了 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我呢 是灵溪的男朋友 肖艺诚 请大家多多观察 肖总 你真的是溪姐男朋友 今天不是愚人节吗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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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吧 你们俩这保密工作真是绝了 瞒了我们多久啊 就是就是 要不成要打嘴巴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因为现在 华生和羽翼还在合作阶段嘛 所以 我这个年龄大了 脑子记性实在是不好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你 光怎么一句都记不住了 这 这脑 脑子不行了 我 我一直在听歌 我虽然什么都听见了 但是我保证 守口如瓶 那 下班吧